这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一枚河南省造光绪元宝的一些版别 河南省造光绪元宝 但之前时文的这枚钱币它比较有特色 就是中间这里是一个太极的读案 而这个太极的读案它也有阳太极跟阴太极 这一枚是属于阴太极 我们这期视频就说这个阴太极的一些版别 这个阴太极的它有一个河南省光绪元宝是一个名誉品 它是直的直太极 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来看一下图片 也就是说这个太极读两个点是上下 而不是这样斜的所有 记住了这个是上下 像这个刚刚我给大家看的这样图片一样的 那个是河南省光绪元宝的一个名誉品六级 价格比较贵 所以大家留意了 这个有这个太极读了 咱们就留意一下是不是直的太极 我们看一下后面是一条什么龙 这枚河南省造的光绪元宝后面配的是一条八星水龙 为什么要说它是八星水龙因为它旁边分别一边有四颗星 这边四颗这边四颗 这里是河南的英文 所以这枚钱币我们就称它为八星水龙 英太级的八星水龙 这枚钱币它的价格到底是多少钱 如果这种品相好的二三十块那是没有问题的 这枚河南省造光绪元宝 这个八星水龙虽然不是很少 但是它的价格还是可以的 如果通货它的价格也不是那么的高